45岁女子医院崩溃,我严格控制身材几十年,为什么会查出这个病?我今年45岁了,别看我年纪大,但过去的岁月里,我一直又刻意保持身材,几乎是被人看到就会被夸奖几句的程度,但是我在今年的体检中竟然被检查出了高血脂。 叮嘱我说,以后吃东西一定要注意,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崩溃了,为什么我不胖,却被检查出高血脂? 一、高血脂是肥胖人群的专属吗?国家新血管病中心数据显示,在中国居民中,血脂水平异常的患者高达40.4%,总人数超过4亿,血脂升高会导致血液畅通的血管堵塞。 时间久了,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就会找上门,在生活中,有血脂问题的人群并不少见,但大多数人都有一个认知无趣,认为血脂高的人都很肥胖。 这个无趣只是很多确诊高血脂的患者苦恼,我明明很受为什么还会高血脂,要知道,高血脂并不是肥胖人群的专属疾病,因为影响血脂升高的原因不仅仅存在饮食时, 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遗传,基础疾病以及精神状态等,肥胖的高血脂患者的发病原理或许与脂肪摄入过多,消耗过少相关,而体型正常或偏瘦的人群出现高血脂的原因往往是因为遗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新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表示,在医院里每年看到体检报告中,血脂异常的减出率排名最高,但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于血脂的知晓率以及控制率甚至是不如糖尿病, 要知道血脂的升高,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不仅会糊住血管,还会引发各种代谢纹乱,所以,做好防护十分重要,不论您现在是否已经出现血脂异常,都要时刻注意保护血脂健康。 首先要远离香烟,吸烟者最好这么做,有利于预防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最好养成定期运动健身的习惯。 周期最好是每周三次运动,每次可以坚持30分钟左右,因为运动降血脂想要有效果,不仅要达到强度,还需要懂得坚持。 重点提醒您,如果您采取三天大鱼两天晒网的运动方式,很有可能会加重血脂异常的情况,因此,一定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正确方式长期坚持运动。 二,年轻人更要注意,别被高血脂盯上。 2020年,北京地区的体检数据显示,血脂异常的人群占体检人数的33.7%,其中18岁到29岁的男性异常率为23.3%,40到50岁的男性,血脂异常率高达50%,根据数据可见,高血脂正在走向年轻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可以分为三点。 一,常参加酒局。 酒类本身就是高热量饮品,饮用后会导致身体热量增多,其中的主要成分还会刺激身体器官,降低肝脏对脂类的转化率。 长期饮酒不仅会导致血管内部的脂蛋白,甘油三脂的含量提升,甚至会诱发高血脂等一些血管类疾病。 二,饮食不控制。 年轻人的生活比较随意,喜欢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食用甜点、零食。 这类食品往往会增加高血脂的风险,并且很喜欢熬夜追剧时吃些腌制的鸡肝等零食。 肝类零食会增加人体患高血脂的风险,并诱发心脏病。 因此在日常饮食中一定要严谨控制热量的摄入,维持好自身体重,降低患病风险。 三,精神压力较大。 现代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年轻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情绪经常会面临很多高压问题,自己在生活中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很多影响,所以会出现抑郁情绪。 正是这种烦躁,压抑的情绪在长期得不到改善后导致身体内分泌失调,组织血液循环最终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基于此,小季建议大家控制好个人情绪,寻找正确的方法释放压力。 心情变好对于降低疾病风险也有着意想不到的好处。 三,出现三种预兆,提防血脂升高。很多疾病来临时会让人猝不及防。 例如血脂升高时,可能会使人会突然头晕,摔倒。 但不用担心,只要您定期体检,并清楚疾病来临时的预兆,就可以提前做好防御手段将伤害降到最低。 小九提醒您,当血脂异常时,身体会有着三大预兆。 预兆一,眼球周边有灰白环,黑眼球边缘背一圈灰白色,宽一到二毫米的圆环或弧形半圆环所包围。 时间久了,颜色会不断加深且越来越明显。 预兆二,视力模糊,血液中的甘油三指增多,流速减缓。 脂蛋白从毛细血管露出且侵犯到黄斑,就会影响视力。 预兆三,减黄瘤。 预兆三,减黄瘤大多数都好发于中老年人,而且以女性多鉴。 我们平时在门诊所见到的是患者的上预内侧会出现浅黄色的扁平苔藓状的病变。 大多数这一类患者都是由于体内的脂肪含量增高,或者代谢异常, 结构紊乱而导致脂肪组织审积在皮肤以及肌腱的位置。 大多数这一类患者。 大多数这一类患者。